谢谢 朱立伦当选隔一天 马上展开谢票行程 我一定第一站就要回桃园 因为这里是我的家 从桃园也是他的从政起点出发 向支持者致谢 终于暂时松口气 但是挑战紧接而来 朱立伦加油 虽然桃园朱立伦跟机稳 不过从选票来看 新北市49.09% 未破五成 桃园市50.7% 刚好保五 得票率跌 不过从中南部地方分析 云林线67.31% 加一线56.51% 代表组织票还是很稳 整体得票率没有过五成 也被解读 可能成为弱势党主席 朱立伦喊话团结 那侯友宜给了什么建议 国家团结 是会安定 这样的一个方向 大家就吸收合作 侯友宜先谢谢江启臣 再恭喜朱立伦 而习近平也在隔天 发贺电 贺电提到过去一个时期 我两党在坚持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 良性互动 加强合作 为同的谋福祉 为台海谋和 为国家某统一为民谋复兴 统一两个字 也是首次出现 朱立伦成为国民党新任党主席 迎接她的是重重关卡和挑战 TVBS新闻 最终全体学位 刘采薇SNG小组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